国际原子能机构第53届大会18号通过决议 敦促以色列尽快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并提出核查乙方境内的所有核设施 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18年来首次以表决方式 直接批评乙方的核项目 乙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这是与以色列方面的公然对抗 美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格林·戴维斯当天表示 通过这份决议的做法高度政治化 不能解决复杂的中东地区核问题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 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 以色列前总理现任总统佩雷斯曾公开承认 乙方的确在进行着重要的核试验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不针对任何国家 只起威慑作用 美联社评论说 本次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 不仅是对乙方 也是对美国等以色列盟友的一级重拳